总统府的那个讲法里面 更好笑的部分 总统府那个讲法里 那讲到了这个 第一段就是那个 因为温乙行去总统府的这一段 那他对于陈宝基 为什么到101 他没有任何说辞 所以这一切 我们慢慢看吧 你就让他多发言你知道吗 漏洞百出 破绽连连 每天就把他这个捅到底之后 你就会发觉 原来马英九是个 彻底的说谎的一个政权 小平 是 我先代表市主席 跟两位主持人问候 他是你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谢谢 我今天晚上有看 看到 然后他希望我继续发声 他说他觉得说 我是国民党的异类 敢讲真话 他非常关心的是 也希望节目去追什么呢 追台湾被掏空 他说 我说三千多亿的美金 通过各种方式 甚至第三地到了大陆 然后来台湾投资 只有十几亿美金 我说中产阶级崩坏 中小企业不再获利 台湾陷入一个 掏空的状态 他很关心台湾 他也讲到 这第一点 第二点他说 马总统的总统府 他有 他有跟他 提出国事建言 我说是主席 可是回应 他觉得很蛮憨 很失望 细节没讲 大概 所以我今天小小迟到 因为跟他通了十几分钟 是 谢谢指教 然后他也希望我在节目里面继续帮中产阶级发声 这是重点 再回到就是 我觉得全盘皆输了 怎么说 因为不要相信人民不相信的话 说顶星是市场机制 而得到那么多 得到中家 得到新艳土地的地幕变更 得到台湾之心 得到一趴的贷款 得到那么多 101等等 就是我们国民党真的要转型 因为现在国民党只在乎三种人 会优先给他们吃饭 会优先给他们利益 然后而忽略了小市民的感受 第一种 第一种人叫土地财团 第二种人叫大台商 第三种人叫电子业的大亨 可是现在这个趋势 电子业的获利比20年前差很多了 我认为获利差5倍到10倍 尽力 所以电子业的捐钱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大额了 所以他就转向变成大台商 土地财团 我想国民党的选大选举 市长总统以上那样的选举 就国民党什么时候转型 不要再要这些大财团的钱 因为包袱真的很重 因为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那都会反映在以后 你施政的自走 然后各种限制等等 就你什么时候转型变成 像模仿客问者也蛮好的 就是捐行中小企业多捐一点钱 可是包袱很小很小 最厉害的是像欧巴马 等一下 你党产这么多 谁要捐给你啊 你先讲一下那个 所以党产就把它归礼嘛 那也不要财团的钱 再回到欧巴马 跟客问者的募款方式 这就是一个小市民的政党 这就是国库的政党 立法委员都在鬼混 我们还是回到法吧 再讲道理 法理 法理 这个法是蓝绿共同的业障 这个政治签进法 是不是蓝绿的立委共同通过的 对吧 通过的法令 等一下 小明元通过是一回事 实际上 城市申报是一回事 实际上是道理嘛 你金额多少是一回事 法要改回 可不可以最快的时间 对 就是国事会议两个 我们不管内阁制或总统制 反正两个最有实权的主席 蔡英文跟朱立伦 赶快 那个通过 城区委员会通过在立法院 就修这个政治签进法 现在的上线是总统四亿 台北市长八千万 这是鬼话嘛 谁相信 对吧 没人相信 没人相信 我认为行情 台北市长大概要花好几亿 总统要花二三十亿 那天我们提到 我那天提到 联盛文 对吧 那外传他的精准经费是四亿嘛 你就大概用掉四亿多嘛 你点头如倒算 你相信他 我相信选台北市长 对 大概多 要好几亿啦 嗯 所以八千万 那是鬼话 所以只有一个人被罚哦 他是守法的哦 他是干净 叫陈定兰 他他真的报 真的超过嘛 陈定兰是最省钱的方法在选举 对 可是都超过 都被罚 而所有违法的超过上线的 都粉饰太平 只要报的差不多 基本都平衡嘛 对 留一点点钱 然后都没有被罚 所以这是个伪善的世界 所以赶快把政治签金法修回来 总统二十亿 台北市长五亿 我举例 然后立法委员八千万 四亿元两千万 这才是合乎选举的行情的花费 所以 再来 这个党怎么走 这个党就赶快党产归零 我们忧心什么事啊 我一直在你们夫妻的节目上重复一句话 我是党员 我忧心党的前途 我说如果朱立文是个变种的国民党 然后有杀器 全部都抛弃 从头上井冈山 再来都没有关系 现在不是 现在这些魔界啊 你有两百多余党产 你做什么事 人家不相信你 也没有中小企业的选票 也没有小市民的捐款 支持 这是一个陷入一个麻烦的震荡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你是国民党党员 就连贵党跟总统府发的新闻稿 连你都不相信 不相信啊 我怎么会相信市场机制 这当然是特权的许可啊 我为什么要相信 我也是有良心的 台北市议员啊 不过我讲真话啦 我认为 你今天到这个地步啊 道歉认错啊 然后你再这样讲 道歉认错也要过牢房 你犯了一个谎 要一百个谎来圆 而这个就是一百个谎里面 很伤害很大的谎 就是说一切回到市场机制 第一个谎就是 他的竞选经费 马英九的竞选经费 只有四亿多 因为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他背后所隐藏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圆这个谎 我想支持观众 非常就是市民 非常在乎的事情啊 事情 我要补充的就是说 当国民党发了新闻稿 告诉他说 警察 本党没有收到 来自鼎兴的政治现金 我觉得这种就是 就可笑啦 大家现在质疑的 不是你列在账目上面 鼎兴为家给你的政治现金 现在大家质疑的是说 底下有没有用其他的方式 去买通你 所以导致鼎兴可以在台湾 一路绿灯嘛 他一滴桶金都不用拿回来 然后可以畅行无阻 包括这些特许行业 你都可以拿得到 大家质疑的是 底下的那些东西嘛 因为你 因为现在传出来的 不管是2亿 10亿 5亿 其实也都超过了 法定竞选 政治现金的那个 那个报的上限嘛 所以大家在 大家在跟你讲A 啊你在回答B 所以国民党的那个声明 完全没有解答 大家对他的疑问 回过头来讲竞选经费 这很离谱的就是说 其实 不要以为大家都没眼睛耶 大家都有长眼睛啊 大家会看电视 大家会看报纸 你有没有买广告 你有没有下广告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一翻两瞪眼啊 有播就是有买嘛 大家记不记得 2012年 尽管马英九 他是连任的 可是他的电视广告 播的次数 远比民进党的蔡英文 来得多 蔡英文只有一只 比较像样的 比较长的 因为他没有钱嘛 他只有一只像样的 就是屋顶那个广告 那个比较 选在后期的时候播 可是马英九是不断在播 还包括了报纸广告 这个 收视于调查公司 他就做了一个统计 在2011年10月到2012年的1月 选战最热的四个月 他就做调查 你有播电视广告的 那个费用 大概是怎么样 马无配是多少 是一亿四千万 蔡英文是七千万 光这四个月选战最热的时候 你马英九就是蔡英文的两倍了 结果你整体的竞选费用爆下来 你会是人家的一半 然后还要骗大家说 那时候我们都是买网路 买新媒体 国民党那时候 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 叫做新媒体 一直到这一次 国民党都不知道 什么叫新媒体 所以才会输成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跟你说 跟你挥 跟你唬乱说 因为买这个网路比较便宜 买网路其实也不便宜 价钱也很贵 更何况你网路上的广告 跟这个对手阵营的广告 谁的比较多 你的还是比较多 你看联合报的首页 都马是你马无的竞选广告 这个大家都有印象的 那所以咧 怎么会是人家的一半 就是说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就呈现了一个 因为大家都质疑 所以他也不在乎了 反正我就是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讲久了 反正我只要坚定 我自己的信心 只要我的信心够坚定了 我就不怕你们了 我觉得现在已经呈现了一种 我觉得这个 不知道怎么形容 对就是说 他现在连社会观瞻 基本的是非羞取 跟他一个形象 跟那个维持一个基本的 大家对这个政党 或者说对这位政治领导人的那种 批评的那种 角度的切入 他都不在乎了 他们这一批人 我觉得国民党是少数护马派的 不是所有的国民党 因为将来国民党有新的团队 新的这个领导阶层会起来 要给朱立伦一个空间 那马英九在府里跟党里的 这一帮子人 现在 现在唯一的政治竟然变成法律面 就是我有没有犯法 这个是情何以堪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们慢慢的兜出来这么多的 因为他严多必失 他一个一个的稿子的发布 一件事情一件事的说明 他只会增加他所有的漏洞 然后这些所有的漏洞 慢慢经过各界的检验 各界的比对 他逃得了吗 我是觉得他们那种 那种投机的 或是说抱起来的那种 那叫什么 那就是自己闷着头 再往前冲的那种态度 我还真是不是我所认识的 当年的马英九 当年的马英九是怎样 当年的马英九是帅帅的 穿着短裤 在马拉松跑 一跑直前 然后所有人都欢呼他找到签名 然后他就 一副天下我第一 天下我最帅的样子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 那不是心虚 你不是有鬼 你不是有问题 那是什么呢 你出来跟我们辩论 有本事 你什么陈颖信啊 你给我出来啦 什么国民党那帮子人啊 这个你全部都出来了 马总统 你开记者会啦 我们去现场转播 我们每个人都到现场去 我坐第一个位置 最后一个问 可以吗 你有勇气 你有本事 你愿意面对真相 我今天挑战你 你开记者会 我们进去 你可以答复完 然后说服所有的大众 民众民调都认为 你是对的 我是错的 那我就进监牢 就这样子 我真的是给他 给他搞毛了 你知道吗 就一群赖皮鬼 怎么一个国家的元首 跟一个政党的这些负责人 怎么变成了赖皮鬼了呢 没有辩论会 但是现在只有交由 你刚刚想成的论法 那交由特征组来进行征办 他又说 他又他那一句是 就是跟特征组喊话吧 我认为他那一句 也非常严重 严重的不得了 他说我们的各类投资行为 全部都是主管机关 依法规办理 那朱立伦是依法规不办理 朱立伦违法了 哈哈 朱市长 然后接下来是 完全由市场机制来 这个市场机制来决定 他这个说法 我认为 其实他有明显的干预 特征组办案之嫌 因为特征组传出来 下礼拜起要开始 约谈一些部会首长 那第二 你有没有空中喊话 串供的嫌疑啊 你有没有去告诉这个 好像告诉所有我们讲的 汪洁明 以前讲过的好多人啊 李树德啦 张胜和啦 曾明忠啦 陈冲啦 陈豫章啦 这个薛奇啦 这是康市书TDR的相关的人 更别讲后来的 什么台湾之星啊 这个三重新宴的快递啊 什么钟习伟啊 内政部的江仪化啊 李洪源啊 还有陈威仁啊 对不对 朱立伦等等 你是喊话跟他们说 叫他们进这个特征组 就是说 一切都依主管机关法定规定办理 然后由这个 完全由市场机制来决定吗 我不认为你是空中篡政吗 我不认为这个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哦 这个总统的做法 我讲一句庸俗的话 就是好low哦 已经low到这样的地步了 这个已经不只是马英九 总统跟他团队本人的问题 我觉得他已经涉及到中华民国整体的国家形象问题了 这个其实国民党本身 他就有一个最先进的 也不是最先进 最原始的内容自动产生器 你看看以前我们在常笑 最常挂在官员口头上是有关单位 第二个呢 就一切依法办理 那其实呢 关于这件案子来说 你刚刚说 刚小平说 我们这个国民党 要转型 那其实呢 在我们这个案子看来 传统的台湾民众就了解的一点 国民党是选举靠党产 执政靠打赏 那靠什么党产呢 233也好 683也好 1000也好 这本来就是选举他时候 选举的时候经费 那可是顶星这个案子 不是在选举的时候捐的 你说他政治现金不对啊 他是在执政的时候啊 他执政的时候 你要企业来跟我打赏来我进贡 那根本不叫做政治现金 超过200万300万 就不叫做政治现金 而且政治现金严格的规范 他捐赠的期限 对象 还有呢 事项 那么这不管是2亿也好 5亿也好 10亿也好 那么刚刚讲到了 差了六个月 说明了嘛 选举的时候靠党产了 但是呢 执政的时候 你财团来 表示效忠 表示友好 那你愿意呢 逃出现金来 然后呢 未来行政官员 自然的就会帮你 依法办理 所以我想特征组 也不应该那么混 几句一切 当时的法规办理 就能够堂赛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看来看去 还是回归到台湾 一般社会大众的认知 那么国民党 府的一个发言稿 声明稿呢 也不过是很空泛的 在这里呢 没有办法任何的对焦 所以一切还是要回到说 到底到底 目前这些大家所疑惑的 这些弊案 那么有谁能够来给个解答 我觉得可能小平兄这边 可能你们要好好的想一想 好 稍后回来呢 我们会来摊开顶心的特权室 我们看看要怎么样 以法办理 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